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春运高峰期和旅游旺季 昨天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举行客滚船应急救助综合演练 演练模拟客滚船海天轮在琼州海峡水域与奋进豪货船发生碰撞 救援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大规模人员转移 海上落水人员搜救等科目共有800名人员投入演练